今天我們要講的是隨機變數 隨機變數是因為這個結果是有一個確定性 又可能是這一個或是那一個 這樣一個試驗的每一種結果 樣本點分別對應一個數值 這樣子這種我們就把它定義成是一個隨機的變數 其實它就是定義在某一個樣本空間的時數值 這樣聽起來是有點空洞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投一個硬幣兩次 那x 代表它出現正面的次數 那這個x 就是我們的隨機變數 你看x 是不是可能是零次 就是說你投了兩次硬幣 可是連一次正面都沒有 每一次都反面 那有可能x 是一次正面 那一次正面可能是第一次正面 第二次反面 也可能第一次反面 第二次正面 那有可能x 是等於2 也就是說你投了兩次正面 但是這裡就這裡 所以它的這個x 它有好幾種 但是它都是數值 那定義在這種樣本空間的數值 四數值還是五 這樣應該比較多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的是期望值 好 那期望值的話 就是說 我們先舉個例子好不好 我們比如說 同一個公正的 下一次一次 那出現一點的話 那這個x 就可以得到18塊 那如果不是出現一點 那它就要付6塊錢 那到底這個遊戲對這個假公平嗎 或者說如果你是假 那你要玩嗎 類似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想說 欸 既然 骰是哪 公正骰是1點到6點 所以出現一點的機會 其實才6分之1 6一次 平均大約來講是一次 出現一次 所以你 18塊 會得到18塊的機會呢 6 6分之1 你會得到18塊 所以你把它撐起來 應該是平均是3塊 一次的話是3塊 那 可能啊 你投了 不是出現一點 就有2點 3點 4點 5點 6點 這有五種情況 那你就佔了6分之5對不對 那這6分之5 你都要付每一次 你都要付6塊 對不對 所以你要付6塊的機率 是6分之5 你拉起來 欸 實際上 這個是付6塊 你要付的6塊 那所以你算出來 應該是付 別要是付 也就是說 平均一次 你應該是 要損失5塊錢 那 你 平均一次是得到3塊 但是失掉5塊 所以你平均一次是 其實是付2塊錢 所以這個遊戲 對這個假來講 有沒有很公平 沒有 那這種 像這樣子 我們不是 不是只有說 我要考慮 欸 報酬 可能你報酬 欸很好 對不對 一次就很高 18塊 你看你新的時候才付6塊 你應該贏到18塊 可是你在考慮機率 同時考慮的時候 那 你見得你 這個 高報酬 最後的結果就是比較好 是不是 所以你要去考慮一下 同時考慮 機率跟報酬 這兩個 好 同時要去考慮 我們機率跟報酬 他的大權的時候 好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 其實你剛才也知道說 欸 把報酬跟這個機率相乘 好 報酬跟機率相乘 那每一種情況都把它做 那把它加起來 這個就是你的 大概平均一次 會 你如果做很多很多次 如果 像這個做很多很多次的話 那大概六分之一 你都會得到是三塊 六分之五都 六分之一都會得到18塊 六分之五都會得到18塊 所以平均大概是3塊 跟15塊 一次的話平均大概是 負2塊錢 好 那 所以我們來第一 這個期望值 就是這樣 就是把你的這個 報酬 跟你的機率相乘 那有很多種 都把它加起來 好 這樣子我們就要叫做 x的期望值 期望值 好 那 所以當你x有很多種 x1到x2 那x的期望值 像這個的話 就是 就是 你可能會得到18塊 也可能負了6塊 那 最後你的期望值 是多少呢 期望值 就要怎麼算 把所有的 這個 會得到18塊的 負6塊的這種 都乘上你的機率 然後最後把它加起來 這個就是 你的期望值 好 那 這個 把 p of x等於 xi 我們把它叫做 f of xi 那這個f of xi 其實就是 p of x等於 xi 的時候 那 這樣子的時候 這種 f of xi 我們就叫做 記憶力函數 就是 f of x f of x 就是 這個 x的記憶力函數 x的記憶力函數 好 那 所以期望值我們算 其實要這樣算 把你的 x i 乘上你的 f of x 好 最後是可能下起來 就叫你的期望值 那 期望值的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平均的意思 當你做很多很多次的時候 平均再一次 大概 會得到多少 好 這就是期望值 好